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年五年 忍得实在忍不下去了 一让再让 换不来和平的背景之下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背水一战呢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对不对 你不打击邪恶 怎么旷服正义 还有 俄罗斯人民有生存 而且要有资源的活着吧 这就是和大国俄罗斯的唯一选择 被迫的选择 华智英说了 你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境 什么后果 你们想了吗 他们肯定想了 他们以为俄罗斯忍啊 忍忍忍 会永远忍下去 他不知道 俄罗斯也是有血性的 不忍了 今天我还叫不忍了 所以不再忍了 那就叫绝地反击 这几天 俄罗斯三军出击 兵临基辅 每天从乌克兰传来的都是飞机大炮的轰鸣 战地的炮声 还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对不对 对中国人来说 我觉得我们听到的不仅仅应该是炮声 不仅就是应该看到战场上的各种各样各个角度的画面 我看今天短视频里面说 哎呀 温馨的画面是逃难的 躲避这个炮 这个爆炸的那人抱着一只狗 然后有人就开始在那抒情 我军文艺评论家 解放军报的文化部的文艺部的老主任 陈建一先生说 还有警示我们镇笼发聩的钟声 什么意思 什么叫钟声啊 他说钟声就是对国人的强烈警示 什么警示 再也不要对那些寡头和超级富豪心存幻想了 这老陈说的什么事 怎么车到寡头超级富豪啊 老陈说 关键时刻 这帮家伙会毫不犹豫跑到美国西方的阵营去 他们再也不遮遮掩掩掩了 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 请看看 刚刚发生在乌克兰的最有说服力的画面 乌克兰有钱的人跑了 战争没有打响 当美国人建议资列斯基离开基辅 前往该国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时候 一大批权贵富人离退潮开始了 在这之前 100个上了福布斯排行榜的 100个最有钱的乌克兰富豪 96个 已经开着私人飞机 另外四个跑不了 是因为他们的护照被扣了 涉及到什么什么案子 乌克兰媒体自己人家这么说的 人家说2月15号 乌国内富豪榜前100名富豪当中 96人逃离乌克兰 其飞行的目的有伦敦 巴黎 维也纳等西欧的主要城市 据报道说就在2月13号这一天 攒着各种寡头 各种富豪 各种一元主义 一元也颠了 对不对 坐私人飞机 24架 这个据创纪录 这是成为已经6年以来的最高的私人飞机 同时起飞的数字 而到了2月17号半数以上的基辅最高拉达 拉达 咱们的车呢 汽车不是一种拉达吗 拉达就是议会 议员 人家就颠了 颠了之后还留下一个特体面 特负责任 特负责任 特负合议员 就是负合拉达形象的解释 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得了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感染 我不想连累你们 真的对不起 小灰机 灰呀灰 人全跑了 据说现在泽列斯基手下 还有一些乌克兰的岗位上留的只有 数了数20多人 不知道是议员还是公务员 反正是乌克兰的信息也是乱七八糟 这些情景啊 不仅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老哥的歌词 说带着你的老婆 带着你的赃款 快快逃到西方世界来 我不知道这歌词哪来的 解放军报的陈歇逸先生 他会唱这么多歌 这歌词我没听过 我知道 那是个爱情歌曲 发生不合适啊 这战争时期逃难的说 有钱人先跑了 西方媒体关于这件事呢 有一些详细的披露 我说逃离乌克兰的这些富豪 包括乌克兰的首富阿克米托夫 阿克米托夫 乌克兰的第二富豪钢铁巨头 平丘克 还有呢 作用十多亿美元资产的商人政客 诺维茨基 还有乌克兰首富排行榜第九名的 亚罗斯拉夫斯基 这就是查了第一道一道 二说在乌克兰最需要守卫的关键时刻 你们平时说那些肉麻的话 对不对 忽悠人们说那些话 漏笑了吧 富豪们 议员们争先恐后 逃离乌克兰 留下的是什么 是平民 是百姓 是普通士兵 老人 孩子 还有学生 老陈说 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中国人 是不是要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假设一下 假如我们国家突然发生战争事件 括号 必须说 这是假设 那些贪官污吏 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那些窃取国家财富的 一批大刀不能倒的 牛刀不能牛的是吧 那明出的大刀不能再大的 那样一帮家伙们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同甘苦 一起来扛吗 多数老百姓会怎么说 取决于他们怎么想 大家不妨来想一想 他们会跟我们在一起吗 过去我们说一个词叫做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或者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因为解放全人类嘛 这是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学说 那现在呢 我们这事不 现在不怎么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按照我们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判定 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很远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 而初级阶段就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所以咱不说共产主义的事 咱就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时候 咱别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说资本家没有祖国 有钱超级富豪没有祖国 因为他们到哪都过好日子 是吧 李黄瓜 香港有个李黄瓜 那么长个大黄瓜 那么肥那么粗一个大黄瓜 抒情 说颠就颠 到北京 北京最牛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东边 王府井的旁边 哗啦那一大片 建成一堆密度极高的房子 为什么呀 李黄瓜当年他表示 我爱国 我系爱国了 我系爱国了 哇就切了一大片 后来他跑英国去爱国了 对不对 这种富豪 他们能跟我们同甘共苦吗 他们靠得住吗 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 他们可以把钱捐到哈佛大学 这种根本不需要你捐钱的地方 这些人 他们跟我们能一样吗 按照我们年轻时候学的那种理论 叫做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思想 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叫做各种思想 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而阶级的确定靠的是什么呀 善有生产资料的多寡不同 屁股坐在哪个板凳上 你坐在硬板凳上 你坐在这个 你坐在那个这个钉字床上 和坐在沙发上 他能一样吗 屁股感受不一样啊 所以他话说出来就不一样啊 这帮家伙如果跑跑到哪去啊 他们会跑到美国吧 跑到西方那些国家 对不对 平时啊 没有战乱的时候 他们也已经在不断的逃跑 这些年 我们红通令上追逃的那些人 哪个不是这种类型啊 有一个在上海 骗了400亿美元 逃到国外 红通令上的人员 这个人我说的是谁 你知道吧 他忽悠了一大堆中国最有名的人 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最有名的明星来给他站台 甚至跑到国外还在还在站台 那人叫什么呀 施建祥啊 这一名你都都不知道呀 早都丢了 对不对 流氓大亨 政治大亨 你说吧 上海上海人做事情多有白有眼啊 你把上海人能骗出去400个亿 这种人的这种本事 真是 你不佩服都不行 乌克兰虽然与我们社会制度不同 但是这一个国家遭难的时候 乌克兰国难当头 战还是逃 这种众生相 是不是也能给我们敲上一记响亮的警钟呀 如果我们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贫富差距拉大 一少部分人富可敌国 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为生活奔忙 996人家还说 天赐给你良机 9964你的福气 还有些人想996都没有机会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那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吗 乌克兰的事真是让我们想很多 想什么 首先是怎么看待这些超级不好的问题 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 属于寡头 属于垄断者 这些人是一万个靠不住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陈贤易说的 陈贤易著名文艺评论家 实证评论相当牛 当我自己想不清楚这事的时候 我看老陈怎么说 我再看看胡锡进怎么说 对吧 我看完他们俩 我大概就知道了 反正这帮人一万个靠不住 这话不是胡锡进说的 这话陈贤易说的 说他们一万个靠不住 那么这些人的财富 如果你刨个问底 这些财富从哪来的呀 有没有人是盗取了国有资产呀 有没有人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 让自己付的流油啊 有没有人利用呢 所谓呢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然后呢 到欧洲某一个小国 然后买个银行 然后把国内的钱往那导弹啊 有没有啊 是时代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富可敌国 还是呢 他们自己有特别的才能 人家就有本事 就活该让人家发财 让你们996啊 对不对 这都是问题啊 在苏联往前退退 苏联亡党亡党亡党那个时候 苏联迅速国家私有化 造成大批的资产 国有资产刷 分解了 都跑到各家各户去了 流入寡头的手中 迅速造就 一夜之间造就了 超级富豪一大群 这些富豪们啊 他们还是解体之后的 前苏联的这些国家里边的 普通的国民吗 他们是国家的寄生虫 还是普通的国民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 中国的国企 在前些年 被某些人以改革的名义 特别是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吧 出台之后 他们还切一大炮的 这样一些人 他们以泰山北斗之尊 以教父之尊 亲自切掉国有资产 然后把他 揣到自己口袋里面去 这些人窃取了这些资产 他们是为了与人民 同甘共苦吗 这些人岂不是也与一批 人民力相悖的那样一些 类似乌克兰那些富豪一样的人吗 是不是啊 陈仙一问 可不可以预测 如果有一天 我们国难当头 这些人 他们会是第一线冲锋 现阵的勇士吗 他们一定是跑向西方的叛徒 跑向我们敌对阵营的叛徒 这一点 甚至不需要经过危难时刻的特别验证 因为他们捞起大批不易之财之后 已经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把自己名下的资产 拼命的向西方国家或其他世界上任何地方转移 已经离岸了 已经在国外设立基金了 已经转移到国外的某些机构里面去了 打着所谓科学乌 无国界 教育无国界 人才培养是人类大士 这么动听美妙的口号 乌克兰的这事 反过来提醒我们 好好想一想 我们再也不能把他们当成什么先行者 领头人 改革先锋 泰山北斗 教父 我们学习的榜样了 事实教育 我们告诉我们 他们这些人 大将 说白了就是不易之财吗 贪赃王法之徒吗 这些人 不仅包括黑心自门家 还有那些富可敌国的贪官 这些年不断被举报的 被承办的那些贪官 他们当中不少 就是这样的一些坏人 老陈说 现实告诉我们 对待这些年来 通过非法手段窃取 国家和人民巨额资产 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的 那些人当中的一些不法分子 我们从现在起 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们不能看他们 想方设法 把窃取的不易之财 转移到国外 例如转移到某一个银行 或者有风吹草动 举家外逃 记得 我说那个香港的李桓果 是吧 国内的一家大爆纸媒 当时用了一个标题 不能让李桓果跑了 哈哈 你说有什么用吗 早都晚了 三春了 人家私产都转移出去了 是吧 到那个时候晚了 人民的财富 已经被他们裹挟到海外了 我们的国家资产 已经蒙受巨大的损失了 我们采取动作已经晚了 还有 还有那些 类似于周江勇这样的人 类似于孙力军这样的人 这是什么人呢 不光是他们自己腰带松 口袋敞着 这些人 他们重要的是 在政治上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这些人 有些人就是裸官 我们再也不能无视老百姓呼吁 不能无视老百姓的呼吁了 这些老百姓反应强烈 对这样的人 他们不要说在政府为官 就是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要求 也不够格 那怎么办 对待这样的人不紧 我们不能满足于口头批评一下 道德声讨一下 或者是我们胡同聚业会 接到理论组开会的时候呢 老同志发言每个人说一遍 我们天天说我们有用吗 都是嘴上抹石灰 白说 这些人 真别 清楚 该咋地咋地 对吧 乌克兰自从被帝国主义颜色革命成功以后 已经堕入西方的阵营 关键时刻富豪呢 外逃这件事情上 从反面 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 大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待这些窃取国家财富的人 我们再也不能听之认之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 老百姓关于这些事情 其实反映的非常强烈 尤其是关于国有资产的转移问题 大家知道前不久做了一个系列 在海花岛的阳台上讲什么呀 讲通缸改制 通缸改制 哇 北京来了个企业到那个地方 拿几两个亿 然后就把人家多少多少亿资产 就控股一半以上 工人阶级起来了 老工人 退休老人 过去那些老师傅 冲在前头 现在他有活上 有班上的 他的活命啊 糊口啊 在后面 不敢撑头 最后 酿成了一个通缸事件 最后死了人 有人说 这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反抗 这事因为设计比较敏感 我也不敢乱 乱下定国 只是把这过程展现出 让大家看一看 看什么 看 已经被边缘化了的工人阶级 在国家利益受损的时候 工人阶级是敢于站出来的 第二 宁肯冒着什么什么样的危险 宁肯的 被人家怎么怎么打压 让你吃不上饭 工人阶级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列宁说工人阶级是从切身的利益当中领悟革命真理的 看什么 看共产党就俩娘子人 一叫工人 二叫农民 共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个道理还灵不灵啊 话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了老陈说 说司马南你说话 你说话有的时候跑掉啊 你说话没水平啊 我知道我没水平 但是那我也得说说真话呀 我们民间关系这事情讨论很多了 很多不满了 这些事情是不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垄断的梦 做垄断的啊 市场垄断的超级富豪 他们的势力已经大到现在伟大不掉 以至于你要处理他们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有的人被揭露 他们去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那么民意汹涌 但是那你翻译的一口一口吃 仗义的一让一让打呀 对不对 也在等着呀 对不对 开过一个会 开过两个会 开过哪个会 调查组最后把结论拿出来之后 才能怎么样 所以治国难呀 但是乌克兰那个国原来 原来挺好的呀 是吧 资源丰富 国家不小 黑土地一把就能攥出油来 工业基础那么强 现在成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所以大家想一想 那些富豪们 当他们有战乱的时候 逃掉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留下来 在这儿的沦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他加入欧盟 加入这个北约加不进去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加不进去 除了美国北约要利用它 利用它的工具价值来 这个伤害和俄罗斯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太脏 你太乱 你太穷 你进来之后 就跟大家一块的凑 就凑个饭局 你往那一坐 你拉低了大家的水平 人家不带你玩 最后结论是可怜老百姓 可怜乌克兰的老百姓 但问题是 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颜色革命啊 你愿意靠靠一边 就愿意给美国人当打手吗 所以精英 超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害了乌克兰的老百姓啊 如果早有一些认识 那早有今天这样的见识 那些崛起国家财富的 这个不义之财的那些人 成为老鼠过节 人人喊打 有这么一舆论氛围 那情况是不是就好点了 所以他山之师 可以公寓乌克兰富豪 外逃现象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稳定和发展 绝不仅仅是要 把蛋糕做大 而且是要尽可能实现 财富的合理分配 才能掌握危机时刻的 国家稳定性和主动权 好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说的不对 您批评啊 感谢收看 再见